邓丽君是在昨天晚上第19届日本有限放送音乐颁奖晚会上得到了最高奖 以及100万日币的奖金 过去三年来这项日本电视音乐界最高的荣誉一直是由邓丽君稳居后座 也创下了一个空前记录 邓丽君昨天也演唱了他的新作《韶光流逝》 这是前天晚上在日本有限放送晚会上 因为荣获最高奖喜极而泣的邓丽君 今天下午12点25分他来到了台北 同样的俏丽短发同样的黑色皮手套 但是邓丽君却制粉不湿穿着轻便 还一度因为伤风而戴着口罩 对于《以韶光流逝》这首歌 第三度获得全日本有限广播音乐的最高奖 邓丽君的感想是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得赏的歌 怎么说应该得赏呢 是很好听 是很好听 很好听 你一听你就会 你一听你就会 你一听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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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这首歌 很好听的首歌 这就是使他第三度登上后座的得奖歌曲《烧光流逝》 虽然邓丽君一再在日本歌唱界获得殊荣 但是他表示仍然非常想念国内的朋友 至于日本歌界对他再次获奖的看法 他说 看法我想 我不太清楚 我还有什么看法 不过我 自己觉得是很高兴 很荣幸 可以 能够录这首这么好听的歌 谢谢大家